朋友们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这是Steam Deck Volv出的号称性能最强的游戏掌机 这个从去年7月16号上午10点钟 美国时间开始抢购 到现在它能够在3月10号到达我的手里 必须得是前一分钟 对 半分钟就必须抢购成功才可以的 所以在这里要特别感谢一下雅婷小姐热心帮助 Steam Deck一共有三个版本 分别是64G 256G和512G 对您的售价应该是399 529和649美元 我这台是512G的 但是我并不是只花了649美元 我大概花了人民币要五位书吧 现在我就满怀期待地打开它的外包装吧 签收进口包裹 请对内建做好 撕掉了 不好意思 做好这个消毒工作应该是 噢! 哎哟! 咳咳咳咳! 哇啊啊! oh! omie的爱 horrible! 电源线 möh제 哈哈哈哈 哇!好大 Your games are going places 你可以在任何地方玩你的电脑上的游戏 还有个包装盒 特别贴心 背后还有个凹槽 应该是放电源的 哇 好大 好轻啊 我和Switch OLED比一下 我觉得差不多 这个比我想象的轻很多 这个比我想象中的还要薄一些 我以为它因为有这个游戏PC的性能 我以为会非常的重 实际上我可以躺着玩了 这胖牛逼啊 这什么 擦屏幕的布 还挺贴心的呢 这里有一个细节可以注意一下 就是这个logo 只有512G的版本 它这个logo是彩色的 其他的64G和256G的版本都是全白的 容量低的那两个版本基本上都是赔本卖的 就是一个是亏一点 一个是亏很多 只有这款512G是在赚钱的 先看一下它的外观 整个正面非常的平坦 非常开阔 中间的屏幕是个7英寸的屏 不过跟Switch OLED同样是7英寸的屏比的话 它两旁的黑边反而还要更宽一些 看一下其他的部分 区别比较大的其实就是各种按键的布局 上下左右键 然后左右摇杆 旁边的ABXY按键 这里的Select和Start按键 下面还有Steam按键 和一个三个点 应该是菜单之类的吧 如果你握上去 你手自然会放住的位置 它有两块触摸板 这个一会儿可以来体验看看 按键部分它其实还做了更多 除了我们常用的两个尖键和两个扳机键之外 它还另外有四个背键 看起来就是非常硬核的人玩游戏需要有的装备 上面的一排有音量键 还有一个耳机的插孔 这边是一个出风口 旁边有一个Type-C的插口 然后就是电源键 正面还有两个扬声器 下面有一个可以插MicroSD卡的槽 背面这边就是一个进风口 整体外观就是这样 我自己握上去的手感 我的手比较小 这些按键如果我都想按到的话 我这个机器可能有一点点拿不住 不过如果你手大的话应该没有这个问题 按键和摇杆的手感都非常接近一个正常的大手柄的手感 不过就是每一个按键可能都要小一些 我们开启吧 哦哦哦 哇哦 欢迎 Select the Language 有欢迎有中文啊太好了 经过了很久的更新系统之后 我终于打开了 这一回多了音效 你听 说明Steam Deck 现在还是在积极的在更新一些版本 它左边的这个触控板是可以按上下左右的 右边的就不可以 欢迎使用Steam Deck 在您开始玩游戏之前 让我们来快速了解一下这台手 这是Steam键 可以访问商店 这是快捷访问键 可以查看通知好友列表 这么详细的指引啊 最后下面这里是MicroSD卡槽 这里可以通过插入并格式化MicroSD卡来扩展您Deck的存储容量 嗯 这样的话 你用很便宜的价格买到64G的版本也是相当划算的 祝您玩的愉快 哦哦 进来了 是我的Steam呀 哈哈哈哈 哦哦哦 天呐 我在滑动我的Steam有些 不可思议啊 Steam菜单 哦哦 屏幕是800P的 也就是1280x800 这两块屏现在都是最高的亮度了 OLED确实还是非常的亮的啦 不过它是一个磨砂屏 确实看起来柔和很多 只有512G的版本是磨砂屏 那我们进入商店来看一下 啊 它这里多了一个TAG 叫做非常适合Deck 这些游戏通过了所有的兼容性检查 每一款都非常适合Steam Deck 据我了解哦 Steam自己把所有的库里面的游戏 分成了那么4个等级 来表明是不是适合在Steam Deck上面运行 一种就是这里的 非常适合 大概有687个 第二档就是能玩 能玩的游戏有563个 里面确定不支持的有775个游戏 最后就是不知道 这个具体的数量就不是很清楚了 它这边非常适合的话 会在右上角打一个绿色的对勾 古剑奇谈3 Overcooked 青龙谷 爱尔登法环 这里还是有相当多switch上面 没有首次能够在掌机上玩的游戏 我们来玩几个吧 恭喜您拿到了首批从工厂下线的Steam Deck之一 因此系统软件 括号具体来说就是Steam Deck的BIOS需要更新 更新会在纵屏状态下进行 画面极具技术感 无需担心 这很正常 哦进来了 打开了之后它是一个SteamOS嘛 非常方便的就可以进入到Steam的商店 听你的玩 我来试一下我心心念念的神剑约罪2 这边有一个黄色的探号 就它不是第一档的 非常适合Deck 测试情况显示它是可玩的 此游戏的启动器 可能需要使用触摸屏 或者虚拟键盘 或者有难以辨识的文字 第二个是输入某些文字 需要手动掉出屏幕键盘 就是能玩 我相信你可以的 就是你下载需要太多时间了 好我们先来试试其他的游戏 爱尔登法环 开始游戏 我准备好了 我准备好了 快快 天哪我是在掌机上玩的 老头花啊 这个以前很多我不敢想象的 就很想在掌机上玩的游戏 我现在都可以玩了 内存是16GB的DDR5 这个是比较快的内存 因为G屏也要用到这个内存 我现在感觉这手柄 对我造成的困扰还是不小的 实话实说 哇 这些调整都很细致 可以 我其实想看看 就是字会不会太小 稍微小了点 只有64G版本是用的EMMC存储 剩下的256G和512G的版本 用的都是NVME SSD 但是都可以拆下来自己换 我现在的设置是800P高画质 帧数的表现大概也就是30帧左右嘛 GPU大概是1.6TF 这个性能应该是在XBOX ONE S和原版的PS4之间的 这玩的就是停不下来呀 觉得很方便呀 再来试一下鬼器舞 哦 耗电还挺快的嘞 玩了没多久 掉了我觉得有个15%吧 哎呀 中耳之魂又燃起了 哦 真的一直都是60帧吗 哇 这个表现真的很好 稳定60帧啊 这个表现真的很流畅 安静的时候风扇的声音还挺明显的 至于发热的问题 背面正中间 主要还是右上角这块最热 就稍微有一点点的烫 两色的手柄还是凉的 不过啊 Steam Deck的重量比OLED重200多克 确实无法忽略 因为我现在玩了一阵子下来 重量还是在的 时间长了还是会比较累一些 最后总结一下 Steam Deck上手体验 如果这些游戏是适配Steam Deck 它其实相当流畅 关于两个触控版 今天的体验没有特别多涉及到 在之后的视频里面 我会详细的使用一下 看看它玩游戏是怎样的体验 如果你有任何想要了解的问题 关于Steam Deck 或者说你希望我在Steam Deck上 测试哪些游戏 都欢迎留言告诉我 如果你跟我一样 也对Steam Deck充满热情的话 不要忘记留下三连 我会尽快做出 下期评测视频